目前整體臺庫的行情 其實就是兩大利空 就是所謂的內優外患 那內優的部分是在於說 當沖降稅是否延長 那外患的部分是在於說 八月底的央行年會 他是否會釋出生息的訊息 那其實關於這兩大不確定因素 他影響到的就是內資買盤 以及外資買盤 臺股緩步下跌 分析主因之一 是沒有低階買盤進場 包括聯電 臺積電 甚至是聯發科 這幾檔近期跌幅升 可以觀察低階買點 就有股民擔心繼續賣壓 會灌破年限 但分析師認為恐怕有難度 而盤面少了電子航海類股支撐 聖鋼鐵類股要升成為多頭指標 漲幅超過百分之一點五居冠 另外還有這幾支撐盤 以類股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發現到 今天特別強勢的族群 是所謂的MCU族群 那整個MCU族群 包含像是新唐盛群 還有九祺跟森群 這幾檔今天不但是沒有下跌 反而是逆勢上漲 公司還會繼續投資股票嗎 因為有股民有擔憂 都會投資啦 不只是MCU族群 起起伏伏的航海類股 仍是不可輕忽 皇上建設近三個月操作航海王 七月二十九 八月十二 分別公告處分貨櫃三雄 短期投資共虧損八千八百二十四萬 但加入先前投資獲利 還是賺近一點三四億 多頭題材是否能支撐半年限 本週將持續測試 尋求反彈機會 三粒新聞留人父母想真台北採訪報導